我告诉你哦,苹果搭配茶叶这种做法真的是太厉害了 哈喽大家好 相信茶叶很多人都不会陌生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它是一个特别常见的一个食材 主要我们用它来泡水来喝 而我们这个苹果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特别常见的一种水果了 口味酸酸甜甜真的是特别的好吃 因此呢就会受到很多人的喜欢 如果我们把苹果还有茶叶给它搭配在一起 又有什么大的作用呢 下面大家就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要先准备一个98岁的老苹果 像这种老苹果我们要给它清洗一下 加入少许的清水把苹果打湿 接下来我们再加入一勺食盐 这个食盐具有一定的摩擦力 那效果真的是非常的好 并且它既有消毒杀菌的作用 因为我们这个苹果它残连都长在这个树上了 在售卖的时候也是摆放在柜台上面 那么每个人都摸来摸去 表面都十分的脏 在我们这里我们需要食盐的摩擦力 那可以很轻松 给它苹果表面清洗干净 我每次在挑选苹果的时候 我都会选择这个大小适中的 并且这个苹果表面看起来斑点都比较多 那这样子摸起来也不是很光滑的苹果 那么你们在生活中又习惯买什么样的苹果呢 那接下来我们清洗苹果的时候 要把苹果的每一个地方都要给它仔细的搓洗 那经过我们这样子恍惚给它搓洗个两三分钟 苹果的表面基本上来说都已经非常干净了 那现在我们继续加入适量的清水 把苹果表面多余的缘分冲洗干净 这样子的苹果就已经被我洗得非常非常的干净了 洗干净的老苹果我们给它放在一个小时后的案板上 然后我们用菜刀给它切成四等份 接下来就可以将苹果盒给它去掉了 因为平常我们在吃苹果的时候 都是直接给它清洗一下 把皮削掉就直接吃了 其实啊这样子做法是不对的 这个苹果皮它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 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因此我们在要吃苹果的时候 那最好连皮一起来食用 这个苹果它热量也是非常的低 每100个苹果它所含的热量就是530大卡 如果你买的苹果比较大 那只要用半个苹果就好了 苹果我们给它切好之后就给它放入碗中 我们加入了适量的纯净水 把切好的苹果片全部浸泡在水里面 那这样子做啊可以防止这个苹果氧化变黑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个小时候的柠檬了 这个柠檬也是特别的好吃 同样我们加入少许的清水把柠檬给它打湿 然后也给它上面加入一勺食用盐 用这个食盐将这个柠檬完全给它搓洗搓洗 它柠檬酸也是一种水果 但是它口味是非常的酸 平常我们一般都用来打果汁来喝 或者我们给它切好了之后晒成这个果干 用它来泡水来喝 那清洗好的柠檬我们恍惚 用清水给它冲洗干净 那像这样子的柠檬 我已经给它清洗的非常干净了 洗干净柠檬呢 我们就给它换到菜板上 给它去头又去尾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给它切成薄薄的厚片了 像这种厚度啊 大概就在0.001毫米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找出一个小的水果叉 或者是牙签 把这个柠檬酸完全给它去除掉了 柠檬酸它有一种苦涩味 如果不够去除的话 它会影响口感 所有的酸啊 我们要挑干净 最后我们给它放入盘中备孕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小把茶叶 今天我用到的是乌龙冻顶普洱茶 特别的香 然后接下来我们碗里面加入一小勺的面粉 或者是淀粉 然后我们加入适量的清水 因为我们这个普洱茶它表面有很多的灰尘 这个面粉啊 它有很强的吸附性了 我们使劲给它抓洗抓洗 抓捏抓捏 就可以很好的将茶叶给它清洗干净 那给它抓捏之后 我们换水啊 要多换几遍 这样子使劲用力的清洗 那给它清洗个五六七八遍 这样子 接下来把茶叶完全给它淘洗干净 洗干净之后这个茶叶 我们再用漏勺 然后给它慢慢控出来滤水 换到一般休息一下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口古时候的老砂锅 把之前切好的苹果片一起倒进来 因为这个苹果我之前洗干净了 所以这个水也可以倒进来 接下来就可以把柠檬片也放进来 最后我们给它加入适量的古老井水 然后加入了适量的古老井水之后 这个水呢 我们一次性要给它加煮了 这样子我们继续给它盖上盖子 然后我们开大火给它煮开之后 再转小火给它煮个十分钟 也就是十八秒 接下来呢这个苹果还有柠檬的味道 以及这个营养元素就会煮到的水里面 然后给它烧到180度 这个水就开了 我们挡开盖子看一下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茶叶给它加进来 最后我们用小时候的勺子给它搅拌搅拌 使劲的搅拌均匀 让所有的食材都能够混合均匀了 最后我们再盖上盖子 用小火继续给它焖煮个五六分钟 接下来这样子呢就可以把茶叶的味道给它煮出来了 制作视频不易 你的每一个留言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们有所帮助 请动动你们花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在这里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 时间到了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 哇整个空气中都弥漫着这个苹果 还有柠檬还有茶叶的清香味了 真的是太香了 那这样子的我们苹果啊 柠檬还有这个茶叶水就做好了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给它盛入杯中 像这样子煮出来的水果茶真的是我们可以直接喝 如果你怕酸一点的话 那我们可以给它加入一点白糖或者蜂蜜 把这个茶叶水稍微给它晾凉 晾凉到90度以下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来喝了 要喝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勺子给它来回的搅拌 我们可以让蜂蜜啊完全溶解在水中 那这样子做出来的水果茶酸酸甜甜真的是很清爽 我们都可以喝一整个夏天 那喝起来啊味道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喝 还有一股淡淡的水果清香味 那我们每天早上或者晚上在换后这个时间 我朋友都可以来上这样子一杯水果茶 真的是非常解腻也非常好喝 希望到朋友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如果你没有更好的建议更好的做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这道汤啊真的是非常清香非常下饭 好了一个短短2分钟的视频小弟就制作了15个小时 如果您觉得小弟讲解的还算可以的话 等我用上你们一秒钟的时间帮我点一颗小红星支持一下呢 感谢支持